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 我是何荣 两岸大使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接下来宾 首先丹家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喜勋教授 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蔡喜勋 另外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之歌 何荣好 国家朋友大家好 国安战略专家陈文贾教授 老师好 何荣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来看的就是台湾的总统跟立委大选 现在剩下28天就要投票了 美丽岛的电子报最新民调出炉 好 看看最新民调第87波的追踪民调 领先的目前仍然是赖萧佩 这个赖萧佩现在是35.2% 紧追在后的当然就是侯友宜跟赵绍康这组 32.1% 那么柯文哲跟吴欣盈 现在是维持在20%左右 最新的数字是19.7% 另外除了美丽岛电子报之外 今天还有一个最新民调 就是EDtoday的这个民调 今天他们也公布了最新民调 赖萧佩是38.5% 侯康佩35.1% 柯营佩是19.6% 大致跟美丽岛电子报所做的民调差不多 也就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赖萧佩跟侯友宜赵绍康这组 一二名之间大概差了三个百分点 现在有分析认为会拉得这么近 第二名追上来的原因是因为政策牌奏效了 上次哥怎么看 是这样子 当然我对美丽岛电子报 现在都是比较负面 全市化跟现在我们看到 以及EDtoday的部分是还有网路 所以他们是一国的 我自己还同时看汇流跟靖新闻 是全市化加手机 他们方向其实我不太一样 但我们要看有一个共同的趋势 就是现在确实是赖清德跟整个 也就是蓝跟绿的本身 有一些些下滑 我们从今天其实从美丽岛来可以看到 大概确实是柯文哲这里有一些回声 在这最近三次的美丽岛电子表当中 柯文哲这里都有点回声 所以也包括吴子佳在观念时刻里头 都很火呆 一直叫叫叫说 怎么气宝都气不掉 那么所以我们来看主要是 首先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里我可以看得出来 在经历过这个民调 我想现在我们看到的民调 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是16号 所以实际上这民调做的都 大概是10号 11号左右 13号 14号左右宣布的 美丽岛这是最新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民调 大概是10号左右统计的民调 其实我们大概有5天左右的落差 所以从11月底到现在10号 到10号下来 我觉得可以归纳几个东西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赵绍康效应 已经降下来了 没有像先前这么样 在11月底受到最高点 所以那个部分 是不是已经是最高点了呢 国民党9成的部分人都回来 是不是最高点 最近看到包括美岛电子 到很多是现在带国民党的部分 的回来的部分 又降回到8点多这么一点点 所以赵绍康效应 我现在正在思考 赵绍康效应是赵绍康效应呢 还是其实是郭台铭退选效应 也就是说赵绍康这个东西 赵绍康平地涌出来的 还是郭台铭走了 所以这两个赵绍康效应 跟郭台铭退选效应 是不是相等 但这里头就会指出说 侯康配在未来整体当康 当整个郭台铭退选效应 下滑已经没有了之后 侯康还可不可以维持蓝营这样的力度 在整个侯正义里头 国民党要特别的注意 另外一部分简单讲说 有关于现在整个民进党当中 我认为现在今天选情 无论接下来怎么走 大家要看 民进党的35%的 这个我认为的基本盘 最终是谁来攻 如果现在国民党就是31% 32%是先前最顶的时候的话 那后面究竟是谁 谁是第二名 我认为就现在的刚刚来讲的话 第二名是谁气宝 目前这是10天 12月10号 未来还有30天 坦白说真的还很不知道 就现在这个迹象 就是看到说 一二名感觉进到了一个 有点像缠斗的一个现象 不过现在看到说 像是第三名 就是柯营配这一组 他的支持度 最新数据是19.7 还有将近两成的支持度 那当然柯文哲 最近也看到他 不断地几番轮功 然后又自称 耶稣陈靖南的进化版 作风 他说自己又像是 顾总统蒋经国先生 所以也当然引来了 赖清德回酸 就说柯文哲 不是这三个人当中 任何一个 更不可能是三位一体 当然也回酸他 好 现在看到也是说 赵绍康也被他狠狠地打击 他就针对赵绍康最近的发言 因为赵绍康说 如果赖清德 拆老家的违见的话 他就辞去中广董事长 所以柯文哲就酸赵绍康说 那是不是民进党继续干坏事 国民党也继续干坏事 就是大家在比烂 不过最近看到这些民调数字 有一个关键的两个字 就是大家在讲 气宝 刚才上次哥也提到了 气宝效应会不会出现 施总觉得 柯文哲要如何避免 这个气宝效应出现 我觉得白银接下来 会非常的辛苦 诚如柯文哲 他自己讲的话 他曾经说说 第一 我没有一个区域立委是选的 怎么办 第二 我就是没有基层 那相对于国民党的话 现在不但国民党和白银之间的声势 逐渐拉开 而且我们看到整个国民党的民调 起来 而且整个国民党的基层在动 那相对的一个有基层 一个没有基层的情况底下 白银会很辛苦 刚才主持人提了很多柯文哲讲的话 不管他讲的话 对或不对 效果如何 继续打空战 这一条路是对的 也是他不得不的 现在重点是说气宝 会气到怎样的一个程度 会气得很干净吗 我觉得也不大可能 过去大概六年来 各阵营的内部民调 或者是公布出来的民调 就很奇怪 柯文哲 不管你是认为他是绿的 或是蓝的 总是会有一群 很固着的一个支持大家 包括民众党成立的时候也是 那这一群人 未来的一个东向 这里面有包括相当程度的年轻人 未来的东向 有几个可能 一个可能就是 我本来就支持柯文哲 就是因为我对民进党不爽 那我觉得柯文哲 有一些新鲜的地方 可能比国民党 这个百年老党 还有趣 那我就投个国民党 那另外可能有一群人 他就是不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 气宝一定会发生 民众党会很辛苦 可是气宝可以气得很干净吗 其实重点还是 看国民党的一个选择 他如果继续陷入民进党设定的 这样的一个两岸合战的主轴的话 显然的国民党没办法拉到这个中间选民 那这气宝就不会气得干净 OK 现在还有一个关键 刚才上次个月点到一个 就是郭台铭的动向 来画面上我们看到是前云林县长张荣卫 昨天在这个公开场合 他也就登高一呼 他说支持侯友宜 那外传的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还有包括了也来过我们节目 淡江大学大陆所荣誉教授赵春山 春公都在私下的积极奔走来促成 不过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金杰昨天也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就说郭董要等到元旦1月1号以后才会出来助选 好 问题就是在于说 整合了郭台铭这边的力量 会增加刚刚提到气宝柯文哲的几率吗 郭董的回归能够为侯振营这边加多少分呢 当然他的回归一定会加分 因为毕竟我们讲几个这个如果要回归的优势 那当然像主持人所讲的 其实就能够让这个这个锅粉的东西 就是从柯粉过来 所以基本上就会回流到这个侯友宜这边 那此外呢 他可以扩大侯友宜的支持这个族群 因为毕竟这个郭台铭是一个国际企业家 而且我觉得他的财力然后他能力也很强 其实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他 那此外也能够提高侯友宜的一个知名度跟他的好感度 毕竟呢这样子两个如果又结合的话 那显然就是一个泛然的一个结合嘛 那他会加分 但实际时呢 我这样估计起来他应该会有 他现在民调他有10%嘛 那如果说有这样可能会有5%左右 因为毕竟他要东西 打车一半 对没错那刚刚看到这个民里岛的电子报呢 看起来是这个赖清德他赢了这个侯友宜赢了3%嘛 那这样5%刚好 其实3%是刚好是 误差范围内 误差范围内 那这样子我觉得是有机会 但是其实我们要讲一点负面的东西 如果说这个 这个是如果说郭台铭他又付出的话 他显得太高调又引起人家反感 这会有因为之前他有一些诚信的问题嘛 那此外呢他有些这个其实他的本身他的竞选或是对大选的一个认知 其实是跟国民党是有点不大相同的 那这样可能也会引起一些国民党一些反团 老师你觉得国民党会如何说服郭台铭回归呢 我想说刚刚你讲的王清平还有他这个村公他们都分分出容了 那我觉得最后可能朱立伦这几个国民党大佬 可能都会包括马英九可能都一起来再说服 这个郭台铭能够回归 因为毕竟加起来是能够去抵消现在三派的逆差 讲到了这个朱立伦 朱立伦最近也说民进党内部非常紧张 我们引用他的话 他说要民进党内部现在说内部非常紧张 是说跟内部讲说要面对侯康佩可能当选的事实 但是他说是民进党内部传出来的 不是他自己讲的 那趁着这一波民调上扬的趋势看到了 朱立伦也开始猛攻就说这样的话 但是听在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而里当然不以为然 他也锁定开工国民党 而且就指控是中国大陆有介入选举 介选 蔡老师您认为这次大选 打中国牌 因为讲到中国界选 就又打出了中国牌 有效吗 我刚才认为老师应该是有效 但是它的一个效率的话 可能会稍微往下降 为什么往下降 因为我们的国民的话 它会有一个学习效果 对外的话它会有一个学习效果 也就是说你打这些效果的话 国民要觉得你是为了什么 那我就会想到过去的一个模式 就好像是 现在是德川家抗对抗封城修行 那一种感觉 也就是说下一个四年 下一个四年谁会去夺取天象 而且他们都会打一个叫做 外来势力的一个模式 当时是这么打 现在这么打 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讲 因为我们都会介入 所谓中国会不会介入 这也是日本他们很担心 也是很好奇一个 NHK就是我们竞选到了 一个月之后的话 它会想说 中国势力的一个介入会不会有效 会不会在情报上面有效 到底影响有多大 对 他就问一个美国的 一个所谓的大层级的 他说我们台湾的话 在情报上面 我们是第一 我们做得最好 他认为我们做的效果是非常好 所以他基本上是不担心 也就是说 你打这个中国牌的话 它效果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那么样的一个大的 这是我的一个解读 OK 好 说到说中国牌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极限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既然就来看的是中国议题 现在会不会随着这个选战 越来越接近倒数计时 而逐渐的发酵的更大呢 最近看到了检警方面 用反胜透法来针对里长做搜索 因为在画面当中这位 文山区里长联谊会的会长刘宗勋 那么就被检调单位怀疑 他有违反到反胜透法 因为今年6月到12月期间 根据检调方面的调查 是有41名台北市的里长 涉嫌接受优惠的价格 到中国大陆去旅游 所以地检署在12月15号 就以涉嫌违反反胜透法第四条 针对三名里长进行搜索 另外也传唤了41名里长来进行调查 民进党操作说中国戒选的议题 这也是被大家认为说 在调查或是说侦查这些里长的同时 是不是也在打 刚才我们一直在讲的是说 戒选的这个议题 蔡老师进一步怎么看 我个人认为的话 这个的话 调查应该算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调法 但是我们要看到 就是明年1月13日 拖完票之后 就1月14日 这些人他到底会变成那样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高高的把他举起 那时候都选完了 对 然后他会把他轻轻的一个放下 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希望说 你这个戒选 大家可能稍微小心一点点 我们在言辞上面 或是说你接触到对岸的时候的话 你可能自己要一个小心 这个就是中国现在一个戒选方式 我们刚刚所说的 他一个戒选模式的话 他会学习 过去就是像96年的时候 飞弹蹦蹦蹦蹦 后来发酵 他发现这个是一个反效果 再来的话 又看到所谓的香港的模式 又所谓的凤零的模式 什么模式 之后他们就开始学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戒选模式 但是的话 效果应该渐渐往下降 对 就是刚刚您就提到说 如果真的要操作中国议题 中国牌的话 其实效应一定不会比之前 要来得这么强 应该要往下降 OK 侯友宇这边也发表了看法 针对这个理想遭到了检调的约谈 还有包括调查搜索 他说 对于境外势力介入选举 破坏民主 当然要严正表达态度 但是在选举期间 而且在选前大动作的 对于里长来采取司法行动 那他觉得是选择性的办案 而且反问 民进党的弊案 请问一下检调单位 有办过半件吗 好 那现在看到说 又打了这个中国牌 是不是对于绿的来说 是要催出他们的基本盘 上司哥你觉得 这难道不会影响到中间选民吗 我想一下 其实检调单位前几天有宣布 在有关于到12月为止 那么用反渗透法 那么来处理的案件 有69件 但是实际上 就只有移送的只有两件 而且这两件 只移送了总共一个人 到目前为止 他们其实有数字的 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最近来讲 包括法务部就加强 一直强调反渗透法 包括国安局也都讲了 有12条条文 他们最近在追 包括里长这种两岸交流 包括民调公司 有没有帮中国大陆 或哪里地方 很奇奇怪怪来的民调也在查 同时也在看抖音 跟一些粉丝社团的 上传的这些人 其实他们有具体讲 有很具体在追 因此不只是里长 这样子的事情 但我要表达的部分 就是说 但是现在我们从今年 可以看到 中国牌 两岸牌 或者我们过去讲 抗中保台牌 今年在民进党是失色的 很明显是失色的 在去年4年前的12月的时候 两岸牌已经打了死去活来 今年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 下下里长可能有 我想主要的很简单的原因 是第一个 今年因为裴洛西世界以来 抗中保台 整件事情 两岸牌失色 第二个部分是 今年民进党的 网军侧翼非常的糟 跟4年前完全不能相比 网军都到 基本上到柯文哲这里 所以你要造就一个 两岸牌的氛围 过去都是靠网军 今年民进党 没有网军这股力量 所以简单我要讲的部分 以这次里长来讲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不准确的做法 里长都是装脚 你现在直接对里长 这些装脚施压 你是怎么回事 你就要把这些票赶走 其实真的要做的是 把这些里长找去的头 兜的那个头 直接约谈就好了 你现在想要杀鸡警猴 寒战宵印 所有的里长都来约谈 你以为吓唬他们 这其实是政府解答单位 不懂选战的这个关键 也就是说如果过去是 邱一人 吴乃仁 他们在操盘的时候 绝对是只抓 把里长兜去的 这样子的头 那这个地方是可以该抓的 或者是可以谈的 你不用去吓唬里长的技巧 是很准确的 所以我说今年在两岸牌 简单说不准确 从约里长那么多人这件事情 就让民进党这次两岸牌比较烂 对 而且刚刚您提到的数据 69件当中只有两个人 两件一个人 两件一个人 一个人被移送而已 所以69分之一而已 那当然现在看到的是总统 现在打得火热 副总统的人选 也看到了几位候选人 布玉儿童在接连的 去到了政治大学 去做演讲跟分享 那么也看到了 民众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吴欣盈 他昨天也到了政大去演讲 而且特别为了台湾参与 COPE 28的议题 最近又跟外交部杠上 他质疑说外交部的官员 在COPE 28 连媒体都可以进入参与的蓝区 可是都不得其门而入 让他没有办法进去 所以他觉得这真正 实在是对不起纳税人 外交部方面也回呛吴欣盈 表示说吴欣盈不谴责中国大陆 又把矛头对内 然后接下来又说 这次台湾世道团 被打压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吴欣盈 这个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太高调了 那对此吴欣盈当然也不甘示弱 就是反批 说外交部就是失能不当责 还找了一大堆的理由 你就是有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 台湾的国际空间就是被打压 这是一个现实 可是在这个现实 因为我们要拉回来 就是论事的话 是总觉得 就一个国际空间被打压的现实下 外交部能怎么做 事实上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 但是我觉得吴欣盈去杠那一些外交部的文官 格局太小 因为从他的一个立场就是外交部可以做得更好 那外交部的立场就是我已经努力做了 那现实就是如此 对 我永远可以更好 但是我也已经够努力了 够努力了 那我觉得吴欣盈的问题 其实要回到说到底民众党目前空战的主轴是什么 怎么老是被吴欣盈就扯歪了 他另立一个主轴 另立自己的一个节奏 好 吴欣盈要有自己的选战节奏也可以 那你的节奏是什么 为什么让人家感觉你就是一个爱发脾气的大小姐 他这个形象就是很固定嘛 那这个形象你对柯文哲是加分的吗 你为什么不回到柯文哲的选战节奏 比如说柯文哲对两岸关系的讲法非常不错 他说国民党就是太不紧张了 民进党就是太紧张了 其实两岸关系最健康 要有点紧张 有点不紧张 好 吴欣盈你今天面临到这样的国际空间的一个问题 你可以反过头来就讲两岸关系 如何从两岸关系来决定外加 还是我们要从国际空间里面来决定两岸关系 你都可以有自己的论述 这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 Cup 28 这涉及到跟绿能跟能源整个有关的游戏规则的一个定例 关系到台湾做小机的未来的前途 你千金大小姐 你可以说我在那一个会议里面我得到很多成果 我帮全台湾工厂他们都是以外销为主的 我帮他们看到的商机 或我帮他们找到的出入等等 你反而都没有嘛 你反而在这边就是一个发脾气的大小姐 我觉得第一个这是态度问题 第二是他的认识问题 他一直宣称说 他有联合国经验怎样这样 你在联合国 你到联合国总部 你做了什么 你具体讲出来吗 你只有说我会讲外文 然后我有联合国经验等等 但是我们看不到在政策上 你有一定的高度跟认识 我觉得这是态度问题 认识问题 是脑袋问题 市长我简单请问你 你觉得柯文哲拉得住他的副手吗 我觉得拉不住 柯文哲也太忙了 吴兴兴他也特别提到 那就是说联合国 长期以来台湾要加入这些国际性的组织 确实都有困难 这也是事实 不过过去参加 类似的联合国的相关会议 或者说一些重大的国际相关活动 当然屡屡受到中国大陆方面的打压 但是难道都没有任何的一些对策 或者是SOP吗 因为刚刚提到 吴兴兴在政大的时候 他提出了所谓的二鬼外交 这个部分文哲老师你怎么看 其实二鬼外交 是也有帮助的 但其实上 其实解零还去信零人 因为其实外交部是很认真 很努力 也有SOP 也没问题 只是因为中国他就仗着 这个就275号绝余案 他认为是反正你台湾就不能参加任何的联合国 不管组织或活动 这是最重要在这一点 所以刚刚这个施董讲的也对 其实你该好好去检讨一下说 不是他本身他的问题 而是什么 这大环境的问题 他没搞清楚 这是我想提出的一个想法 那此外呢 其实台湾面对 我刚刚讲说面对这个中国的打压 中国的打压 那我们其实有几个 SOP 包括第一个是捷径诸班手段 就是第一个要去怎么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是我们惯用的 然后此外呢 我们也去积极 去争取所谓的非邦交国 就是美国和日本 等一些欧洲国家的一个支持 包括 但是最重要还是我们的邦交国 就是现在还有13个国家 13个国家是有作用的 它每次这个案子 他们总会来声援嘛 毕竟他们可以到联合国里面去 然后帮我们讲话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采取法律的行动 法律 那我想说呢 这个 这个法律行动其实现在 看来呢 其实是有点作用的 因为毕竟联合国还讲究的是个国际法嘛 那 所以呢 我觉得 这个部分就是一个SOP 那我觉得应该也要去鼓励 就是外交部 或是说在 尤其在纽约 这个 经文办事处的 这个处长 其实他也监管了这个联合国的一个大事 那所以他可能呢 他可能要更采取这个灵活 应对中国的打药 其实也要去掌握 这个一些 中国可能打药我们的一个情报 然后呢 事实的作用反应 然后也能做朝野之间的来共同努力 来突破中国打药的困境 OK 好 等一下我们来回来 还要再关心了 就在选前呢 大陆方面又看到出招了 就是认定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限制措施 构成了贸易壁垒 大家马上联想的就是ECFA会不会断掉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九点准时开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